好 同学们欢迎回来 那么从现在开始呢 我们要经讲的是主从句的叛读 主句啊 和从句 可能同学们都在高中或者在初中都学过 对吧 但是我们要最短的时间识别出来 哪些是从句 哪些是主句 不只是which that one where这样的从句 好 还有其他廉词引导的这种从句 好 所以主从句的叛读 第一个就是主句和从句 好 那么我们给主句换一个名字 给从句换一个名字 那么在语法学习当中呢 就比较轻松了 那么第二讲会讲从句的分类 有哪些从句 其实我们不用去分定语从句啊 状语从句 同语从句 编语从句 表语从句 好 那么多的从句在考场上 你是无法第一时间反应的 好 那么我们来开始 第一个 主句和从句 那么主句和从句呢 在台湾的教科书当中呢 他们把从句当成了子句 好 你可以把它翻译成child sentence 好 叫做子句 那什么叫做子句呢 子句是相对于母句来的 好 我们知道母亲只有一个 对吧 那么这个母亲呢 可以有很多个child 好 有很多子 那所以说母句只有一个 那么子句呢 可以有很多 好 在法律文书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后面无限制的延伸 很长很长句子 好 一个句子可以长达两百万次 这样句子都有了 好 那么在托福里面呢 从句也是比较多的 也就是说子句比较多 那么我们看母句和子句中间连接的一个旗带 那个东西呢 叫做连词 好 就是起到连接作用 那么后面的东西是对前面东西一种修饰 所以我们可以给它进行这样一种定义 在英文当中以连词连接的句子呢 我们都可以把它当成子句 好 也就是从句 那么全句当中 有且仅有一个主句 明白吗 就是整句话 有且仅有一个主句 主句的唯一性 那么句前无连词的 那么那个完整句啊 就是主句 好 或者就是母句 一个句子是完整的 前面没有连词 好 那么剩下所有的句子 有连词的都当成子句来处理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看到主句和子句的一个 判读的一个信息 那么我们来举两个例子 比如说像第一个比较简单 because A 都好 B 对吧 那当然我们知道 谁加连词谁就当成子 好 谁就降级 所以because呢 这个地方是一个从句 那么B这个地方呢 它就是一个母句 好 那么第二句子 第二句子呢